歡迎收看今晚的茶道無雙 下一集 繼續是由馬二 高中山 繼續是三位在這裡 傾茶港道 什麼叫傾茶港道啊? 傾茶上集嘛 港道就今集了 明白嗎? 即是你那些 全毒授業解毒 全毒授業解毒 不是啊 其實這套東西很有意思的 每一集開頭就問你 是武道還是茶道 其實就是兩樣東西來的 武道就是你的事業 茶道就是你的藝術 到最後那一陣子就有個首尾呼應的 不過先擋到最後 我們可以說回循例故事簡介 雖然上來都有 不過Ian說 可能有些人睡了一覺就忘記了 我們重新點題多一次 這套東西就是山田荒嶼的漫畫作品 那日本那邊那星期會有 在關74.49 segurkov的加少年 既經常都尤其是值得張的 這是都有的 而且外國那邊也好像有英文版 對呀是香港見不到啦 但香港應該沒有中文版 台灣,台灣有中文版 台灣有 但香港未有 香港沒有 就算了 我們買台灣吧 不可能是太難玩了 ifject if you turn or the scientist 我看過的確有 很少字幕組 原文和動畫的字幕組 基本上是沒有的 漫畫翻譯也很少 有的但真的不多 始終有個難度 還有這套東西其實有很多波折 先說回OP 你見到他好像頭幾集之後就斬了 那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一個樂隊有個成員 吸毒被人拘捕 解散了隊 結果是出不了歌 去到中期又有日本地震海嘯 所以這套東西 真的好多災多難 那不是的 你小元我都覺得他改了結局 因爲地震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黑變一種 沒那麼黑的 熱虛弱個成就全部死了 這個題目就說了 這套東西 其實我覺得OP 是省錢了 他這麼長他可以OP2OP3 他才知道不改 對嗎 他後來改成像著樹樂 他只剩下BGM 但沒有人聲 也有出碟 不知道 那沒問題 你那些BGM可以出碟 那些BGM可以出碟 不 算了算了 不要講那麼多音樂的東西 或者簡單講講這個故事 他的佈局 他這個時代佈景一開始就講了 或者我們上次也講過 日本戰國 簡單說是應人之亂之後 去到幕府之前 但是如果大家對 裡面的主視點的人物 因為這套作品 都算是以一個 接近第一身的手法來說 而第一身的主角 第一身的人物的主角 就是古田仲賢 或者古田左界 後來他就拿了官位 所以就有古田職部 當然職部作為官位 因為日本的人名是這樣的 很多名字裡面 所以後來有時候 他定下來的一些東西 都會用這些名字 例如劇中的 所謂的職部實作 或者現在所謂 美龍蕭的其中一個 之派就是職部蕭 都會遺留在後世 都會用職部這個名字 職部蕭好像是我們作品的 人物名字 同樣道理 中國的賭公布 因為他是道府做公布的 很多名字 所以日本也有類似的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這套作品 是單單以古田職部 這個人為主事點 來講那個故事 去看時代的發生 還是究竟他自己又是主角 還是所謂的雙主角 這個是比較難去定奪 或者我們可能講完整個故事 大家再去討論 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他基本上講的設定 作為古田的基本出身 他是積田家那邊的人 所以一開始 他的故事開始 信長已經是發跡了 有別於部分的故事 或者遊戲 可能說 由緣服之後 打統合奸 那些年代開始的 你看到他一開始 已經準備去打 重永久秀 跟淺井那邊 又會有些關係 全力開打 不是跟本能子相差很遠 歷史時期應該是 林鄭那幾年前 最後那段時期 算是最光輝那段時期 武田都打完 應該是 但是我們的職部 就是剛剛在那個時代 開始慢慢慢慢進步 因為他作為 大家會看到他在裡面 最主要的角色 其實他是一個傳令兵的身份 但是他是一個 有名武將的傳令兵 所以大家也會想到 他的忽略好像很少 一開始 他比其他大名 幾百石 他沒有什麼戰績 好像一個談判專家 所以他要經常想 他要發為大功 他要搞茶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簡單 日本代表有身份 有界為 你這樣的身份 你也要開什麼 多少的茶會 你升到大名級 你也要開高級的茶會 就是這樣 正如我們上集說過的背景 一開始 當年為何錄語說 你去到普通茶會 你普通人 你可以二十四種 少一兩種都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是皇室公家的茶會 那就一定要整套工具齊齊了 一見都不能算 其實可以說 它的規矩 它的格式 和規模 其實就是反映了 你主人家的身份 和那個場合 當然作為一個茶道愛好者 他當然想說 有多大玩多大 但是 同一時間也是 他身份的象徵 和他那個 男人安家立業 或者是 那個戰國時代的 殺敵 功成 有個這麼漂亮的老婆 當然要賺多些錢 他這個是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 都很典型的大和夫子 不過我們稍後再說 說回他的 主要 早期的法績 就是他第一位 侍奉的君主 是積田信長 所以 其實 因為 那時候都算是 過了不少 是重大戰役的 但是信長的時代來說 所以 他在那個位 其實就沒算 說 有什麼 戰功上的突出 所以 看到他 剛才有馬爾所說到 一開始 所謂沒有 茶道 那兩方面 他在武道方面 這方面的進展 其實就甚少 不是 就是這樣說 當時創作差不多是 痛天下的狀態 就是 會田也有想過 哇 大哥 你痛在天下沒有打仗 那我都沒得升職 就是這樣 所以 他就是趕著 最後這些時間 所以不停發圍 爭光 就要搶著風頭去撐 但是基於他實際的處境 他實際的武力值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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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主要一開始部分 都是集中在茶道方面的部分 所以大家會看到的 他第一集所說的 第一集 他可以看到 他本身有些性格 一開始他是對其他武漲平頭品足的 你真的衣服怎樣 你那些衣服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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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某程度上 這些可以反映出一種 就是說 他自己內在有部分的 就是修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一個美學標準 審議的標準 他有一套 但是其實 他 是不是最好這個標準 又是 現實的說句 你要有quality of life 你前提就要你有錢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 雜質型的有名武將 他基本上只是 他可以在心裡想 他就很難做出來 所以大家會看到 他經常都會 在劇中又不斷滾地沙 就是 好像高式的滾地羅 然後就 很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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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噁心 這個不會噁心的 搞笑 很滑稽 這個古田的問頭 我打算先說一下 可以說下去 好 所以你看到他 除了這方面之外 真正的最重點的部分 就是 他和 日本的茶勝 應該是 尼優 相遇 然後再敗屍 這段才是 一言忠誠 哈哈哈哈 一言忠誠 才開始 騰飛 查到可以不開始升 但有個問題 就是 歷史上他應該 未是這麼早 在那個時代 認識尼優 是啊 再後少少幾年 應該是 退早了 他一開始都說 本故事 純屬虛構 這招無敵的 所以 有關部分 你可以說 他跟著李優之後的成長 可以說跟著的部分 其實都是集中在茶道方面 因為他的舞蹈方面 他主要都是說 一些游說 勸行 什麼游說 是撻人家茶屋上來的女人 哈哈哈哈 女人叫他上的 阿公成戰 走過去 這個差不多是劇情了 那時候是打武田的 是啊 他跟著信長的兒子 去打武田的其中一作成 於是他就 你不要打著 我去嘗試勸行 於是他又 使出混身解數 拿出 例如假藝造的茶具 想別人的女人 發出自己精密 趁別人不懂得欣賞茶具 駁他不懂先 拿些假的東西去 這東西的價值連成 你拿走 我要了你作成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他是自己做的 我做得很漂亮 自信作 就是用土炮去扮大名物 但是他真的騙到回來的 所以就算是立了一個重要戰功 因為歷史上應該都是那些 對武田的前哨戰 那部分 所以他有一個據點 其實有一定的戰略關鍵 可以說 他在勸行方面 其實他真的不是跟你去 竊戰群儒那些 他給點錢 他盡量就是 ICAC向的 什麼 出賣肉體 就懂得上 肉體這方面 後面拿來當笑話 但他只要是出賣物資 大將軍 所以其實他就有個 不是很合力的 你打 就算你玩 信掌之野望 也好 生活之也好 拿些茶具 武具去吸引人家 沒有勾過來 可以 你錯了 最強是找個女兒 最強是找個女兒嫁過去 以後都不用付錢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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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打武田那一段 他就不停在那裡 爭取立功 又讓自己 賺多一些政治價值 利用 對 升職可以是 即升到多少 可以多少 趁世界和平之前 養老家 下舊食 這個是他在武道方面 但是 調回到他查道方面 其實他一開始 或者什麼 他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未算 跟去到後期 成熟的階段 所以你看到他就說 都是跟著李休 和其他師兄弟 例如高山佐錦 那些人 一起去喝茶 他也是 暫於一種很崇拜李休的角度 你一開始會看到他的茶道方法 是很誇張 很豪華的 例如 和千里休是完全不同 千里休那種 全黑 但是 你看回 古原職部 他真的很誇張 是兩種很大的對比 你看到古原職部 他不開茶道 他平常做的事都很誇張 例如說 做些雪糕去本隊 珠侯 類似菠蘿 菠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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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反一個人的個性 即是李休 就是那種沉寂的型 傳統的 古原職 創新的一種 所以茶道之下 都變成他的精神 就是平時的習慣 你也可以說 就是 你會看到 他曾經 你拿上次 有一兩種東西 給你選擇 一個是名氣 一個是錢 那那個名氣是什麼呢 其實就不知什麼名氣 是那些藍蠻霜 來的 綠色那個 就是比較像 中國那些浸過的藤油 那些藤氣 浸過的瘦油的銅氣 其實在外表上是漂亮的 但是 如果你說一些傳統名氣 其實這些就算是花巧 就是 就是 花巧 你不可以用 販賣的形容 看你的角度 就是看那時候 真的好像是 新朝換意 就是 朝童專用的幻物 但是他正好是朝童 對 他就是朝童 當朝童看到有一個是錢 有一個是朝物 於是他便選擇了iPad 對啦 但是他發現他拚錢 可以買到幾個iPad 是 這個最大問題 對 但是問題是 iPad是要排隊 或者沒有叫不到的 所以他就是 究竟是你要錢 還是要iPad 這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 看到他早期 其實他其實 幾受信掌外的影響 就是 對於藍蠻蠻的愛好 是有少許偏重的 那 就未算 當然 他對於入色的 他本身的茶道 其實是 有愛好的 但是 他又未到 完全是 純粹是 純入廣州面 我見他就是 想把這些花巧 融入到我們的茶道 你看這些西洋 其實都很花花巧 還有他附近 有一個人叫高山 都是基督 即是 是不是基督教那邊 也是 基督教那邊 都是對他很友善 大家會互相 這個集氣感染了 你見他 悼念信長 那支旗 有一個神奇 撐 撐 他說基督教那邊 總之是 懷念一些人 就 把心想搞得出來 所以 他真的很喜歡這些花巧的東西 覺得 好潮喔 我喜歡 於是 都相應 還有其他人 受他的感召 這個 其實 都算是 他早期的 當然 我們有些重點 要先提 一提 他一開始 其實 我那時候 就不肯定 因為千里丘 那時候 是砌了 代音 因為代音 是一個 一張半的 應該弄了 是那時候弄完之後 才弄了黃金刷石 我記得之前的事情 古田也去過 古田也去過 那時候 古田去到 要他拆了一把刀 沒有人 怎麼可以拆刀 這個就是相遇 之後古田見 原來有這種風格 那開始就想 這麼大小的 原來空間 有些超自然 不用那麼花巧 對 因為 當時 或者是日本古代 沒有事 就長刀 長刀 短刀 一定要取身 所以 把刀掛在門口 這對他們 很大衝擊 其實上次 IMO說過 茶室門口 古田 不是 你茶室門口 很小 你要彎一個新 九洞這麼大 你敗刀 你不能進去 所以 左營說 你弄得招到不好 我就一刀斬了你的人頭 這個是重點 還要捐一個九洞 對 這個可以說 就是 他們相遇了 對他的一個衝擊 當然 其實 在早期方面 其實 他在武道龍茶道方面 的進展 其實都是挺有限的 你說他受理休感染的部分 會有 或者技藝上面 會有進展 也會有 但是 作品上 還不算很明顯的 主要都可以說是他一些 心境向的描寫 就是 比如說 他見到一些名物 和淺 他就會 嘩嘩嘩 嘩嘩 那些樣子出來了 不是 整個 食物 噢嘩嘩 噢嘩 噢嘩 他有很多形聲詞 去形容的名氣 都是他的特色 是 我見他 其實 他 後來 開始 欣賞千里丘 學他的風格 但是 他其實都 擺脫不到他自己 那種很誇張的風格 那種風格 那他有一幕 就是 說他的戲 那個茶室 他就特地 把很爛的東西 全部砌下去 整個死城 這樣 之後 其實一幕都很誇張 很舊 很後的 去了大明之後 去了大明之後 是 還是我們之後再講 我們之後再講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去講 下一節繼續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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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節繼續去講